好 再来看澳门 今年来 噪音问题已经成为了澳门城区主要环境污染问题之一 由噪音引起的投诉案件也是逐年上升 这其中以社会生活噪音和建筑工程噪音是最为严重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澳门政府在今年的2月22号出台了一项新法律 预防和控制环境噪音法 就了解 新噪音法对于打装工程 楼宇维修的时间和规范作业 对包括宠物噪音在内的生活噪音污染等方面 都做出了明确的管制规定 澳门特区政府环境保护局和治安警察局将会负责新噪音法的监察工作